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条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大事那么弱 为什么我这两个月一直研究财技拍了差不多100条影片 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即使大事那么弱 原来用财技角度去减股 反而会有人走 因为用财技角度就是说我们用大股东角度去烧一只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大股东想要做事的股票 是那么弱的事 最悲惨的情况是 就是不做事不做事就不动了 因为它已经是 所有东西都已经是ready了 开工了 开工作了不时那么差就不做事 这些股东西不做事最悲惨的情况 其实至少由我挑选的股票 研究的股票我不会推介 我告诉大家我只是分析而已 不会给投资建议 但至少我分析不会给投资建议 基本上股票最悲惨的情况都是不动的 有些会升或微升等 反而那些大股股 股王最热的那些 在过去三个月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口讲无憑 要有证据才行 和大家很急速回顾一下 究竟过去三个月有多惨 那些大股票 让大家拎出来 那么大是需要的 炒股票的东西 赢钱 就是hyper fomo 输钱你不去检讨 那你怎会进步呢 所以记得 输钱不要紧 最紧要是检讨 好 跟着 learn from experience 从中去学到东西 之后 跟着去做improvement 学东西 尤其是 在淡的事 花点心思 精神 时间 资源 甚至金钱 学好财技 未来的往事做好准备 财技股 先有机会找到十倍股 百倍股 甚至千倍股 股王 十个百分之二十个百分之 最多 顶弄了百个百分之二十 你已经是 开心到睡不着觉了 好 事不宜迟 马上来了 看看 过去三个月 这个就是三个月图 差不多跌了三千五百点 真是无花无假 高位到低位是三千五百点 有多无少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股王 股王 你看到 我不是说这个最高一点 都不说这一点 我说哪点 我说哪点 说是三个月 现在说一二三三个月 三个月的高点 低位都跌了一百百元 一百元是说多少 跌了二十几百分之二十三成 你想想 几惊 比亚迪更加 股份 巴菲特 持有二十几百分之二十 高位 就在两三个月 三百三十元 跌到二百二十元 足足跌了三十三个百分之二十 你说相不相 这些都是股王 都是厉害的 这些股票 一直都outperform the market 过去三个月 都跌到阿妈都不认得 再看 这就更加了 相当你以为他ok 上市不错 三个八十半上市 去到九个几 去到九个几之后 去到九个几之后 一路下落后上 想裂口式解禁 这个我叫微信女散货式下跌 到今天 二十五个月 二十三个月 六个月 六个月跌到两个三 跌了六十多个百分之三 你认为是否可惯 真是可惯到 可惯到悲 反正是看我们这些股票 宏江满路看我位置之后 大茶饭价局股票 ok 过去几个月就能看到 我们和同学一起研究时 不是推介 研究时股票有三个半 3.5元是很稳定的 这是底位来的 穿不到3.5元 到现在的市场差了 这一层去到什么 因为朱共山入股 保利协欣入股 冲一冲上去 当你下回了 都四个一收市 都在赢钱十几% 你就知道了 这是用财业去分析的股票 刚刚的业绩不好 它下跌下去 业绩是倒退的 都不要紧 倒退都照升 跟我们开始研究入货位 这次是什么呢 这次更加三八八落 看见大家知道 背景有多厉害 历史有多厉害 大家知道 这些不多说 我们开始研究有兴趣 就是底位3.3元 到现在今天 上个高位 接近超越 六号几 double就升个double 不要紧 下回来 下回来都5.2元 刚才那些跌几十个% 这些你想想 这些升多少 这些升整的 你想想 升两毫子 差不多两毫子 升六十几% 六十个% 六十个% 这些股票想想 这些这么差的事 六月 这些是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是追踪 看好的股票 一直是照升 再看 清晰医疗 又是 这一层我们赢钱 这一层我们赢钱的 V型反弹赢钱 不得此 现在这一层也是 1元 1元你看我这节目都知道了 我和Kelvin经常说的 跌回 高位跌回来 一个奴一跌回来 都升四十二个% 四十二个% 大哥 你想想 这些用材杰国队分析的股票 刚才六十个% 这一只四十二个% OK 这一只相对比较差一点 但这一只都有它的故事 我都解释过 有机会再解释 在班里面当然解释得更加清楚 最差表现的了 都升几毫子 OK 总结就是在这么差的市场 大市跌三千几点 股王都变得怕佳 比亚迪也变得怕佳 相当更加不用说 那我们这些 无花无假的 全部你看回过去几十条片 最主要就是分析这几个股票 等我刚才说的股票 每一只都可以 No exception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财技分析法的威力 想继续学好财技 用财技角度去看股票 做好自己的puburation work 等市场好时可以赢大钱 记得了 还有一个方法学的 我应该下个星期一 晚上八点半都有一个分享会 关注这条影片下面的链接 便可以报名 免费 再关门 说些公开的某方法 去公开的财技知识给大家 好不到 记得了 未subscribe的subscribe share like comment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星期日也出片 沒理由不支持我 下一條片 即是明天 星期一公眾假期 我應該會做一條片 再跟大家分享股票 多謝大家 拜拜